小星辰LITTLE STUNTERS BRAND FOCUS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萬眾期待小星辰LITTLE STUNTERS BRAND FOCUS的第二集 我終於捨得拍了 拖了那麼久 賺了大家那麼久 是時候要結帳了 第一集的BRAND FOCUS 我是沒有想過反應那麼好的 因為當初我也是本著自己喜歡用這個牌子的產品 想著去做一個review給大家 沒有想過一次過推了很多人下小星辰的限量 很多朋友都告訴我很好用 很喜歡 用完之後皮膚改善了很多 我都很開心 所以我知道他們六月應該會有些週年慶 是最佳的時間再跟大家說一下我用其他產品的review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更多小星辰LITTLE STUNTERS的產品用後感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IG護膚品review account的話 應該對於LITTLE STUNTERS這個牌子不陌生 它也算挺熱門的 我看到很多人會寫review 分享他們的用後感 LITTLE STUNTERS是一個香港本地品牌 它有網站也有兩間門市 第一間就在尖沙咀的K11秒C 然後第二間就在銅鑼灣的Timesquare地庫 所以大家除了網購之外 也可以親自去他們的門市試試不同產品的質地 喜歡的話才會入手 在小星辰的店裡 你會找到幾個外國小眾品牌的產品 例如我用過丹麥的Soul Skin 又或者是德國的Miracle Plus 但今天我主要想分享他們自家研製的一條LINE 叫STARITEL 因為最多人問大家最感興趣 想聞到最高的也是這個系列的產品 而且他們真的出得太快了 太多的新產品了 我快追不及了 所以今天趕快把手上有用過的 先跟大家分享 STARITEL這個系列的產品是有號碼的 由N1到N33 但又不是順序出的 之前是出了N20 N17 N33 N15 總之跳來跳去的 那我不管了 都是順序跟大家分享 N123 之前第一集就說過了 N4我是沒有買的 所以今天由N5開始 它的名字叫做辣米助養花露 是一支保濕噴霧 這個保濕噴霧是STARITEL整條LINE 我比較不喜歡的一個產品 很不想用它打頭震 但是跟著的號碼 就沒有辦法 為什麼會不喜歡的呢 就不關裡面的噴霧事 而是噴頭 大家聽不聽到 它的噴霧都很大力 而且剛才我距離超過10cm 你會看到整隻手掌都已經濕了 為什麼要這麼粗獷 這麼大力呢 它的噴頭 如果它是那種霧化 很舒服很溫柔的 灑在臉上 它就滿分了 但是保濕噴霧 我覺得用起來的感覺 都很重要 所以 唉不好意思 真的 不太喜歡這個噴頭 它真的敗在這件事 N6的洗臉 我是沒有買過的 所以就來到N7 它是一個眼霜 之前也有在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它的質地是令我非常之驚艷 大家看到已經用了超多了 它的質地是好像雪巴一樣 很實在 但是一推出來 就馬上融化了 它推開不會有油膩的感覺 但是會有適當的滋潤度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個眼部基礎保養 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用了一段時間 都沒有起到油脂粒的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 是乾到爆裂 眼紋已經爆裂 我就覺得它不夠力 日常用都OK 但是晚上我會再要一些更加滋潤的眼霜 然後我有一個隱藏用法 就是把它塗在頸上 因為我試過連續一兩個星期去塗 是頸紋又開始淡化的跡象 但是呢 我又試過一個星期只塗一次半次 記得就塗 有空就塗 就完全沒有用 所以結論是 它就是一個質地很討好的眼霜 如果你剛剛開始接觸眼霜 不想要一些很油 或者很黏很稠的話 它是一個不錯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已經用過很多不同的眼霜 你追求一些更加濃郁的眼霜 我就覺得它未必是你最好的選擇 然後來到M8 最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們的Wonder Serum 質地是未去到水狀 但也是一個非常柔質 很舒服很容易 推延展性很高的精華 中文叫做王牌全效精華 就知道小星塵對於這支 Serum 是多麼有信心 而我也覺得它真的做到很全面的效果 例如在我乾肌輕熟肌身上 用它一整天都是保濕感很好 不會慢慢緊 不會去到中間就覺得乾真真的感覺 用了一陣子皮膚會更加平穩 不會很容易出狀況 或者有敏感的情況出現 我有朋友有濕疹 用完它是會有一點舒緩的感覺 也有朋友有暗瘡 它的消炎效果是好 用完它皮膚是會不容易出粒粒 而且是會改善到膚質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萬能的精華 以它這麼厲害的功效 它的質地是可以維持得那麼舒服 那麼清爽 不會黏黏 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喜歡它們的N3面膜 我也是大推了很久 你一定會喜歡它們的N8這個精華 因為它就是N3面膜的精華版 做到很好的修復抗炎 然後有抗衰老 其實抗衰老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可以表達到 因為這件事是幾年後你努力去塗才會看到成果 但是你會感覺到如果皮膚有狀況 用完它是容易靜下來很多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的修復效果真的不錯 這個我希望它們週年慶的時候 會推出Jumbo Size 我是會回購它們大Size的 真的用了幾個月之後 這一滴是為了留回來拍片 很開心我今晚可以用完它 接著N9是面膜 名字叫做草本靜機面霜 其實我已經用到底了 但是剛才因為打橫 所以看上去好像很滿 我又是故意留幾滴我來拍這條片 你會看到質地是很輕盈的 Lotion狀 然後很好推的 很清爽很舒服 這個面膜裡面是有薯尾草的成分 所以聞起來有一種很舒服的草本香味 然後皮膚吸收了 你會感覺到一個保濕 柔軟 不會很大負擔 不會有黏黏感 是一個不錯的日霜 但是以小星層的產品來說 我覺得它算中規中矩 沒有一種哇一聲 很驚喜的感覺 無論是質地或用後的感覺 我都覺得手上有其他不同的Lotion 或Moisturizer是差不多的 它主打是消炎抗鹽 所以如果有暗瘡皮膚的朋友 可能它的感受會大些 或者它裡面成分發揮到的作用會更好 所以在我乾肌來說 它不是一個我覺得在這個牌子裡 一定要入手的產品 但是如果你說我是忠實用家 這個Lotion它沒有差的地方 純粹是沒有一個很驚喜的地方 令到我覺得非用它不可 N10 Wonder Oil上次有分享過 所以我就skip了它 直接去到N11 這個是水療膜 一個Gel Mask 手上是它們的升級版 你會看到這個Gel是很滑的 不是那種很挺身 或者是很結實的Gel 它是一推開 就很容易可以塗在皮膚上面 它是一個非常清爽 但是做到保濕的Gel Mask 如果你是混合肌油肌的朋友 平時不夠膽用這類型的Gel Mask 試一下這個 你會喜歡的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都是乾肌 輕熟肌的話 我會更加喜歡它們的N12 這個Cream Mask 是很棒的 其實N12我上次都有說過 但剛好說起就說 它是非常滑 很滑 而且很軟的Gel Mask N12我已經回購了 非常喜歡用它 再加上幾滴的N10 做一個Sleeping Mask 第二天起床皮膚 很飽滿 很柔軟 有光澤 總之是很漂亮的 N11我不會用來做碎面面膜 因為我試過沒有太大的感受 很多時候我都是一邊剪片 一邊敷 你會看到它的質地是會吸收了 有一點膜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黏著皮膚 或焗著皮膚 你看到兩個 N12也是吸收了的 就算做Sleeping Mask 它也是不會黏枕頭的 這個你是用完它 它有一點輕微去割質的作用 所以皮膚會提亮 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它真的沒有太大的滋潤感 所以如果你是混合肌 油肌想要保濕 純保濕的話 N11是好的 如果你想要滋潤度 就可以選N12 再之後輪到N13 強效修復面霜 它的質地是比較厚 你會看到比較稠 但是推開出來 都一樣是很舒服 很柔滑 不過呢 就真的沒有剛才其他那些輕型 N13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需要時服的產品 不是每一天都會用到的面霜 尤其現在比較滿熱的天氣 它又比較厚 應該不是所有朋友都會喜歡這種質地 但是它的修復效果真的不錯 因為當初我被Chopper咬完 爛了 之後全部都是傷口 不知道用什麼好 小星層就告訴我 這支難免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就試一下 裡面是有先人掌碎取的成分 修復力很強的 用完它之後 它的傷口又真的慢慢好轉了 雖然我不知道是因為塗了它 還是因為我的新陳代謝都不算慢 但是至少沒有越來越差 沒有感染 沒有發炎 真的用它 都可以令到整件事是慢慢康復 也不是血淋淋的時候塗的 我也有等它結焦 之後 開始不再流血的時候才塗的 Anyway 我當初的爛臉 它也是功臣之一 現在變回正正常常 是靠它 就放在家旁邊用 我沒有N14 所以直接跳去N15 這個是極致細胞修復全效面霜 我是非常之喜歡這個面霜的質地 它是極度滑的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做到 真的有一種哇一聲的感覺 我用過無數這麼多面霜 它那種一推開的滑 是很刺激的 它的保濕度 滋潤度是可以比美到一些結身 好像牛油狀的乳霜 但是它的質地是輕盈的 沒有負擔感 一點都不會黏黏的 但是呢 真的做到一個比較深層次的保濕和滋潤 所以 你觀望著 很想入手的話 Go ahead 這個你不會後悔的 雖然它又沒有去到 哇很厲害啊 或者有些明天一起來完全不同的感覺 沒有的 但是你用它呢 是舒服得來 你會做到足夠的一個滋潤保濕修復效果 這個 真棒 然後就到N17 因為N16我也是沒有用過的 這個是他們最新出的眼霜 WONDER EYE PLUS 看到這種少少淺藍色 就知道裡面是有藍童性態的了 然後質地呢 是很滑的 一個CREAM狀 GEL CREAM狀 可以說它是 它的滋潤度 比起剛才N17 WONDER EYE會高一點 但是如果計喜歡程度 我會選N17 因為那種梳婦里的感覺 一推就散 是非常之有驚喜 我是沒有用過一個眼霜 是這樣的質地之餘 它是有適當的滋潤度的 然後去到N17 它的質地是解乎於GEL和CREAM中間 之後呢 它有適當不錯的滋潤度 然後裡面有藍童性態 所以抗衰老和坦紋的效果 都有適當的程度 但是... 但是... 它對於我這些沙漠 這麼乾的眼周皮膚來說 都還是不夠 我會覺得 對它期望太大了 可能用過這麼多眼霜之後 我都喜歡一些很柔潤 好像牛油質質 很稠 未必是大家都會喜歡 但是在我身上至少是合作 這個是日霜我都可以用 即是日後的眼霜 我都還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去到晚上呢 我就覺得它可以打底 但是最面那層呢 我始終都是要一個更加強勁 更加柔潤的眼霜 對 就要看看大家本身的需要 未必個個都好像我這麼沙漠 對 我一直都以為這個是N18 原來它是N16 要反過來說 它是黃牌卸妝潔面啫喱 我現在手背呢 塗了少許遮瑕膏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下妝的情況會是怎樣 有沒有看過文森先生那條片 它們質地有點像的 都是擦一下擦一下之後呢 就會變成了一些啫喱 然後就可以下妝了 是一個有黏性的 看不看都是拉絲那種 它會將一些坐妝黏在啫喱上面 然後一沖水就已經可以洗走 對於這個保濕啫喱 我是又愛又恨 愛它的地方 就是從來沒有試過一個卸妝的產品 我用完之後 是好像塗了皮膚的 保濕了 平時不乾已經是阿里陀佛的了 它用完還要有保濕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之驚喜 但是恨它的地方 就是無論我用多少時間 多有心機都好 它是下不了Mascara的 所以一定要用眼唇卸妝液 下了一些防水的眼線 Mascara 跟著嘴那些很染唇效果的唇膏之後 才用它去下全妝 是有點麻煩 如果我有時間有心機的話 我會想用它 但是有時候很懶 想快靚靚靚的話 我就不會用到這個產品了 不過如果你很想感受一下 下完妝為什麼可以保濕了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次 我覺得是挺神奇的 以我所知 現在是未出N19 所以就來到N20 一個深層淨化療膜 它是一個很滑的泥膜 然後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推開你就會感覺到 跟平時的泥膜不同 沒有那麼難推的 是很滑很滑的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表達它的滑 總之你會看到我手 完全沒有阻力 就可以把它推開了 它在我臉上 大約20分鐘左右就會開始乾 清潔度來說 中等 因為我會看到自己皮膚提亮了 然後乾淨了 但是有少少乾 有對比有傷害 我是非常喜歡用 Littlestardust 他們Soul Skin 這條Line的泥膜 它真的敷多久都不乾 30分鐘以上濕碎 但是它的清潔度就真的低一點 看看你的需要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黑頭粉刺 暗粒的問題 所以對於清潔度的要求 不是特別高的 這個不是我的first choice 但是用回其他泥膜去比較 它真的不算乾 大家自己去專櫃試試質地 看看喜不喜歡 因為清潔面膜來說 我不是太多的心得 或者我應該用金生的鼻來玩 因為我的鼻子真的沒有特別 可以測試到它們的清潔力 只可以告訴大家 在我身上它是很少很少的乾 然後這一款是完全不乾 旁邊這裡就是它開始乾的狀態 它也不會是那種裂痕 你會看到是難推了 然後有一點粉霧粉霧 不是大家平時用泥膜那種乾到裂的感覺 N21跳就會去到N28 它們最新出的緊緻抗衰老精華 名叫Ultra Firming Drops 這個我還沒入手 還在觀望 因為單價比較高 過千 所以我都在等 可能週年慶的時候 有些優惠才會入手 所以去到下一款 就是N33 它是第三款面膜 繼N2N3之後 它們終於再出一個片妝面膜了 它的名叫Luminous Firming Wonder 是主打緊緻抗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打褲 打完之後 臉是會緊了 然後笑的時候 有一點拉拉的感覺 它是有給到我的 當然沒有那麼強勁 和沒有那麼長長 但是它真的會有那種緊緻的感覺 維持到大約一天左右 所以如果你有重要日子 想要一個更加鮮明的輪廓 沒有空出去做Facial 連續敷三四天 你會感覺到飽滿度 緊緻度是更加好的 不過如果你是說一個月敷一次 一個星期敷一次的話 我就在身上感受不太大 如果在媽媽那裡比較鬆弛 真的去到很熟成的肌膚 很多紋路或者皺紋很厲害的話 你敷一次兩次 你都會感覺到紋淡了 和短了 但是在我這些正常常 可能很乾的時候 才會出紋的人身上 它就沒有去到很Wow的聲音 加上價錢 真的是很貴的 638元五塊 平時我敷它們N2N3面膜 三百多元五塊 已經有點心痛的時候 這個我真的不可以 或者說經常連續敷感受那種緊緻的輪廓 是捨不得的 它比起N2N3是更貼更薄的 但是我會比較喜歡N2N3 因為是很獨特的 我沒試過敷面膜是這種質地 但是這個N33我試過 其他的面膜都是差不多 當然那些面膜都是百多元一塊的 但是就沒有了那種很驚喜的感覺 我還沒去到覺得它伏的 但是如果大家二十多歲 我真的覺得未必需要 不過你想買給媽媽 或者你本身已經是紋腦 或者鬆弛很厲害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不妨一試 我手上N開頭的產品已經分享完了 Starry Tail除了有N1到N33之外 還有一系列的物理防曬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今天略略這樣說一下 我自己很喜歡就是他們透明的 一個Water Shield 和這個粉紅色的Dream Maker 以物理防曬來說 它的質地是非常舒服的 推開完全沒有負擔感 很水感 不會油膩 也不會焗燥 有一點點提亮的效果 但是我又覺得它未至於去到泛白 待會吸收了它就沒有那麼白了 而粉紅色這一款 它是會有調色效果的 這裏的份量應該有一點太多 它沒有剛才白色那款那麼水潤 但是它的提亮效果是很不錯的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有底色的防曬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也會看到完全不會黏黏 不會有一層膜的感覺很舒服的 以用力的感覺來說 我是挺喜歡這兩個防曬的 唯一缺點就是他們的防曬數不夠高 SPF30PA3那家 如果我是戶外活動 或者天氣比較曬的話 都用不了它 所以那天我要全日室內活動 才會用得到 終於分享了我手上所有 Star Retail系列的產品 大家終於明白 為什麼今天會主攻這一條 因為真的有很多產品要分享 這條影片會很長 我聲音也都沙曬了 所以其他系列真的不能進錄 但是他們未來這個六月周年慶 我都很想找數拍這條影片 給大家一個參考 究竟我的用後感是怎樣 大家不需要經常覺得 我是很喜歡Little Startup 所有的產品我都是喜歡用 其實都是有喜歡有不喜歡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這條影片做參考 以我所知 Jan應該都會拍brand focus 我特意是想配合她 她說得比較詳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我跟她的膚質都有點不同 可以給大家參考 在不同的膚質身上 不同的產品的用後感 都應該會有不同的感覺 對了 不行了 我真的要做Ending了 要不然我沒有聲音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鏡就三天 和日鏡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剛才有爆發金